那你第一次拿菜刀的时候怕不怕 我来说菜刀几次的啦 这是一个被央视点名的真实感人故事 画面中的小女孩名叫安娜 家里的一天三顿饭都出自她稚嫩的双手 由于曾祖母的身体原因 再加上自己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小安娜除了要每天给曾祖母喂饭洗脸洗脚之外 她还需要独自打扫家务出门采购 年仅五岁的她独自撑起了一个三口之家 这个小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会如此坚强 她的父母又为何不在她的身边 一件两件三件四件 在小安娜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 她的父亲就因为和别人产生经济纠纷被告上了法庭 最终王安娜的父亲被判了15年有期同行 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因为家里没了经济来源 母亲还在怀孕期间 年迈多病的爷爷只能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担负起了家庭的重任 怀孕之后本应该受到关照安心养胎的母亲